近年来全球晶片大战最核心发生在美中之间 因为中国半导体产业起步晚 为了追赶进度频传技术剽窃和晶片造假事件 其中中国通讯商中兴通讯偷卖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 销往伊朗、北朝鲜等国 这让美国总统川普在2018年 以中国偷窃美国智慧财产权及商业机密为由 宣布对中国关税制裁 而中国也以牙还牙对美国加高关税 隔年2019年美国封锁华为 中国则取消美国猪肉订单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联合日本、荷兰等半导体设备商 严禁23种高阶半导体设备出口中国 而中国则宣布封锁美光 扩大中俄结盟 想要突破封锁 继续这个单元 来看美中国招 2007年 苹果推出第一只智慧型手机 既可上网又能听音乐 包山包海的功能 为新一波的手机产业掀起跨时代革命 手机里头的核心晶片扮演重要角色 更是推升行动通讯发展的一大工程 从3G、4G再到5G 无线通讯技术的进化 衍生出庞大商机 中国也要抢失这块大饼 我说中国是全世界手机用量最大的国家 可是你们里面的核心的IC都不会做 最后都是被别人卡住嘛 IC不卖你的话 你的手机你的那个PC 你就没有没有没有市场 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大多仰赖国外设备 及国外人才研发 自主创新能力低于世界水平 为了提升制造自主能力 2015年中国推出中国2025制造战略计划 自我期许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 但2016年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商 中兴通讯被踢爆 多次以空壳公司为名义 偷卖混由美国高科技产品 给伊朗及北韩 消息一出让美国气炸 因为这些产品里头的晶片 及关键零组件 几乎都来自美国技术 中国中兴通讯 违反联合国瓦盛纳协定所规定 不得将军事武器技术输出伊朗 北朝鲜等极权国家 在接受调查时 中兴还隐匿资讯作伪证 甚至还持续偷卖管制货品给伊朗 因此美国决定出售制裁 要所有美国企业禁止出售晶片等 相关半导体零组件给中心 半导体之争成了中美冲突 离步 坚决反对美国商务部做出这样的决定 更反对把贸易问题政治化 美国将中心列入制裁名单 在调查过程中又出现案外案 美国发现中国电信拒迫华为也涉入 同样围板国际规范 将含有美国技术的通讯设备 偷偷卖给伊朗、北韩、叙利亚 委内瑞拉等招制裁的国家 更可怕的是 华为手机等产品被爆出窃听 秘密监控 甚至和中国解放军关系密切 透过通讯设备从事间谍行动 华为更被揪出大量囤积晶片 动机不单纯 引发欧美恐慌 因而遭美国下令封杀 列入管制名单 华为是非常危险 从安全的角度和军事的角度 非常危险 中国用了一些先进的制程 以及半导体先进的技术 不是纯然都是民间的应用 而有一些用在了国防 用在了军事 包括它运用AI 去监控可能包括了维吾尔族的人 新疆的一些 所以基本上美国掌握到一些证据 事实上 中国在半导体技术及研发上落后美国 也在台湾及南韩之后 为了追赶进度 中国加快晶片国产化 寄出奖励补贴及减税 鼓励企业投入研发 但窃取商业机密 技术抄袭 晶片造假事件层出不穷 不少外商深受其害 2018年3月 川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可振关税 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 过去中国在全世界 默默地在偷窃技术 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把技术看得好好 整个转变会在 未来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结盟当中 慢慢弱化中国 这是未来世界的常态 美国高举贸易战大旗 用关税及汇率作为手段 向中国施压 而中国也提高关税反制 甚至取消美国3247顿猪肉订单 扬言要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 从半导体之争 再到美中贸易战 两大经济体真的鱼死网破 2019年底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谁也没料到一场疫情 竟烧出全球晶片危机 原来各国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纷纷采取封锁隔离政策 间接中断贸易交易和生产分工 更造成全球经济大档机 但疫情反而催生出远距商机 让平板、笔电、电脑、电视机、游戏机等 消费电子产品伺服器需求激增 接着就发生晶片供需失衡 关键元件供货不足的现象 尤其美中贸易战时 美国对中国进行晶片锁喉 直接切断中国取得美国晶片技术的管道 美国IC设计商只好转向其他晶圆厂下单 让台积电及三星等大厂意外受惠 只是突如其来的大量订单 在有限产能下 根本来不及供应市场需求 导致全球晶片严重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 2022年2月爆发恶物战争 原本用在半导体设备清洗石磕等 电子气体关键原料 全球有七成来自乌克兰 在俄罗斯入侵下 乌克兰产能停摆 晶片荒这把火直接烧向全球 如果原物料石油跟天然气 过度仰赖俄罗斯 那当然经过这两个战争之后的话 大家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的说 那万一中国真的能够完全控制台湾的话 那台湾又生产那么多晶片的话 那是不是到最后金配也要靠中国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使得大家开始去思考就是说 我的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 不能够仰赖在威权国家的手里 那我必须要开始做所谓的供应链观念 全球晶片锻炼 至少169个行业受到波及 汽车产业消费电子首当其冲 各国纷纷向台湾球员 连台湾的竞争对手南韩 也破天荒向台湾求救 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 原来人类的生活早就离不开晶片 而且生产制造几乎集中在台湾 尤其在最高阶晶片 全球90%由台积电供应 但与台湾掌握全球经济生死并卖 各国警觉到 一旦台湾出事 半导体供应链中断 产品短缺会导致通货膨胀 甚至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 都会动摇 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绑台 绑台官员层级之高 创下台美关系25年来最大突破 但在佩洛西离台后 累积已久的台海压力锅终于爆发 中国包围台湾进行军演 中国飞弹甚至飞越台湾上空 无人机持续骚扰 成为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威吓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 位于台湾西部空域高度 低限公尺的中共军机 所以你坚信我领通 义相我非常安全 必须会的脱离 台海冲突一触即发 不仅美国紧张 世界各国也紧盯台海动向 就怕中共真的武力半台 台湾的半导体不是被中国接收 就是惨被摧毁 竟然知道过分集中在台电 有风险 有地缘政治上的风险 因为如果万一真的中共 发疯了来 把台电 打垮 美中关系恶化 让台海局势急速升温 台湾身处地缘政治核心 必须分散风险 于是台积电决定赴美设厂 虽然建厂成本 营运成本都过高又缺乏人力 但台积电有不得不做的压力 台积电有不得不做的压力 台积电有不得不做的压力 2022年12月台积电亚利桑那州举行移基典礼 连美国总统拜登科技巨头统统到场 堪称世纪集典礼 美国总统拜登科技典礼 返回多年 美国重回晶元制造 跨出第一步 美国也通过晶片与科学法案 施资530亿美元 鼓励半导体大厂到美国落脚 欧盟也跟进推出欧洲版晶片法案 投入430亿欧元 希望将欧洲半导体的市占率 从不到10%提升到20% 因为欧盟赫然发现 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高科技 全球的晶片 开始有就是 或缺的时候 他们怎么也是 沦陷的一个区域这样 所以说欧盟的晶片 反而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希望说他们有自己自足的这个能力 美国为了绑堵 中国偷偷发展先进制程 并且用在军事用途上 拜登政府夏蒙耀 对中国实施晶片禁令 锁定先进半导体设备为目标 寄出管制 尤其是逻辑晶片 40奈米以下 以及记忆体滴润18奈米以下的 制程设备 除非经过许可 否则全面沿进出口到中国 要将中国半导体产业绑死在 成熟制程上 同时 美国看准日本及荷兰 在半导体制程设备的市占率 位居全球第二跟第三 于是拉日本及荷兰加入抗中联盟 拜登采取的方式就是合中联盟 但你合中联盟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 目标以及它的价值 否则的话 你怎么去说服你的队友 体认到就是说 全世界制造过度仰赖中国 美国的合中联合战略奏效 拉盟友合力抗中 当然中国不可能白白挨门棍 于是中国宣布制裁美光全力反击 甚至中俄扩大结盟 使得全球半导体的战略布局也出现变化 尤其日本在加入抗中联盟后 同时也宣布要壮大半导体产业 还寄出巨额补贴 台积电抢先和日本企业索尼合作 赴日设厂后 三星 美光等大厂也跟进投资 美国跟日本再次攜手合作 而且这次攜手比1960年更紧密结合 那日本会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 同时日本也会成为抗中最重要的伙伴 这场世纪级的晶片对决 已经从单一大国的制裁 全面升级到多国围剿 原本台湾半导体靠着超强舰队 在最先进的关键技术上遥遥领先 如今夹在美中两大强权之间 还得面临日韩竞争 当世界各国都在紧锣密鼓发展半导体产业之际 2023年台湾也推出台版晶片法案 号称国家级银弹以研发费用60亿 研发密度6% 购买先进制程的设备支出达100亿作为门槛 鼓励台厂强化实力 台湾有非常好的生态系 不管是民间的生产效力 还有就是政府的跨部会的合作 去协助厂商解决投资的所有议题上面 美中对抗的问题 大家觉得跟台湾是一个 持续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关系 只要确保台湾最重要的供应力的地位在台湾 意外的让印度、越南、泰国受惠 而地处战略核心 又手握尖端技术的台湾 能不能继续做领领先地位 更是国际主谋的焦点 那么这一季台湾演义介绍到这里 我是胡婉玲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